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因為我之前拿到的議程表 我應該是第二個發表 所以完全沒有心情準備就上台了 我是東凱高學政治系的陳建仁 我今天要發表的題目是 從環境治癒到低碳城市 以日本的環境示範都市為例 我首先先介紹一下 我對這件論文的一個問題意思 那麼對於我們政治科學者來講 我們在講環境治理的時候 特別是治理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首先會想到的是 第一個是夥伴關係 那麼中央跟地方的夥伴關係 第二個是所謂的公私協力治理 也就是政府跟民間的夥伴關係 那麼依據這樣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們的思考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 如果要推動環境治理 那麼通常我們會是 以生態城市為主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鄉村它的生態的問題 它的環境問題 沒有都市來的嚴重 那特別是我們人口 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集中到都市了 所以要先推動生態城市 可是你要推動生態城市 你就必須要面臨到 我剛剛講的民主分權的問題 一方面你跟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 另外一方面你跟民間的關係 那麼如果這兩個能夠達成的話 那麼在我們政治學上會認為 這個才有辦法達到所謂的生態民主 或是我們講的永續民主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麼最後我們才能夠說它真正的會走向低碳社會 那也就是說在政治科學者的眼裡 我們會認為所謂的低碳社會 並不是只有單純的靠硬體去做 它可能還有軟體還有更多的民間參與 而這邊我們必須要特別講的是所謂的民間參與 並不是只是單純的幫忙做垃圾回收 使用綠建材 不是這樣的 而是能夠到政府部門裡面來參與決策 那麼我為什麼會以日本為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日本跟我們台灣一樣 我們都是屬於所謂的大陸法制的單一之國家 那這樣的國家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徵 那它最大的特徵就是 我們是一個中央集權的體質 那麼官本位的體質 那這樣的一個體質呢很顯然的 它跟我剛剛所講的民主分權也好 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係也好 它其實是抵觸的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很願意的就日本現在的一些狀況來討論 那麼所以我大概有三個研究目的 那其實應該算是步驟 第一個是探討這個相關的理論 第二個進行日本環境師範都市的個案研究 那最後就是探討它的機制跟課題 那相關文献探討因為時間沒有很有限 我簡單講就是在國外一定會把公民參與帶進來 那這個公民參與 或是我們講說這種所謂的這個 公眾決策參與這一些 在我們台灣幾乎是 或是說包括在日本 其實都還是一個上代開發的一個領域 那我這邊探討到這裡就可以了 那日本環境政策它演進的階段呢 我們大概主要可以分成五類 那麼第一類就是 我們看到日本經濟發展的時候 他們所標榜的經濟成長至上主義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 基本上環境是完全被無視的 也就是說必須要去破壞環境來促進經濟 那等到後來開始出現日本所謂的這種公害病 開始出現這個環境困難之後 於是日本的中央政府開始做一個東西 就所謂的象徵性的對應 什麼叫象徵性對應呢 就是對於末端的污染源去做處理 比如說廢水、空氣等等這些去處理 那等到這個發現不行了 才進行所謂的技術性的對應 那這個就是針對這個上游的這個污染源 比如說你一開始你在排放的時候 你可能必須要做什麼樣的這個接口等等 那這個技術性的對應 我在日本的時候聽過一個很有趣的講法就是 把受到污染的河川把它恢復原狀 但是裡面沒有半條魚 這個就是所謂的基礎性對應 就是你把河川全部都弄好了 可是沒有任何生態 所以到了1990年代之後 日本再度進行下一波的反省 那我們說這個所謂是經濟跟環境的統合 那是什麼意思就是 你必須要把經濟發展的外戶成本 還有環境成本 全部都要回過頭來加注在企業身上 所以包括我們講的水循環系統 包括我們講環境稅等等 那麼這個是第四個階段 一直到 有學者認為 一直到311之前 日本至少都還是等於在第四個階段 那第五個階段大概 比較像是日本的一個理想 就是我們要像人一樣的生活 我們要重視環境人權 像北歐那樣的一個發展 那有學者認為311之後 那麼日本開始要走向第三個階段 第五個階段就是所謂環境、經濟跟社會 三者要統合在一起 但是這個還只是一個現在進行事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拭目以待 好 那麼 抱歉 因為我是用Maker做的批評順便在 日本地方分權改革 它的內容其實很多 那麼從1997年開始進行各種改革 那我以為大家會有所上的論文 所以我就沒有寫很詳細的內容 那我們簡單來講就是 日本地方分權改革主要做兩類 第一類就是 擴大 擴大地方政府、地方自治團體的這個自由度 也就是說 以前中央管制的不能夠做的事情 或是說中央說不能夠挪用的經費 把它全部開放讓地方自己可以去挪用 那也就是包括所謂的偽辦事項把它廢除 那包括統籌分配法把它直接回給地方 就不再變成是由中央去控制分配 那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是 讓地方政府的事務變更多 那這個東西我們說這個叫做權限下放 那如果就學者來講 我們大部分的學者會認為說 權限下放比較重要的 Teverusia比較重要 這個中央把權限下放到黃域的 這個都道府線 然後都道府線 再把它的權限下放給地方政府 然後地方那個 市民的公共事務由最貼近人民的 這個地方政府來優先旅行 我們真的叫輔助性原則 原來是這樣在運作 可是日本在實務上後來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地方政府他只想要擴大他的自由度 他對於擴大他的掌管事務 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不想再做更多的事務了 那學者是一直希望做下面這一塊 可是他們一直希望去增強上面這一塊 所以後來日本前面自民黨在做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把自由度給擴大了 那後面等到民主黨上台想要去擴大掌管事務的時候 其實幾乎沒有任何地方政府去幫助他 聽說我在訪台的時候聽說 事實上只有一個大學老師 一個很辛苦的一個人在那邊弄 其實他沒有半個地方政府的願意支援 這是我聽到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個情況休說 那麼我們回過來看日本的環境都市與市販都市 那日本環境都市與市販都市它的想法是這樣 首先在日本現在大概有1700多個市町村裡面 去選出大概40個到50個環境市販都市 那這些環境市販都市它首先必須要提出說 我這個地方知識團體有什麼樣跟別的地方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政策 那包括說像北海道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我不要把泥土翻起來耕作 這樣可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做法先選出來真一些 那等到這一些四五十個全部都選出來之後 再從這中間再去選出環境未來都市 那所謂環境未來的故事就是它不再僅僅只有講低碳社會 跟這個所謂的地方的火星化 它還必須要加入環境的問題 高齡少子化問題 經濟成長問題 還有國際推廣的問題 那這個是這中間這些環境市販都市呢 每年都還是會這個開會 然後跟其他的地方知識團體 分享他們的經驗 大概他的這個雛形是這樣的一個運作 那時間有限 我們這個就不再多說了 那這是在講它的選定標準 那現在日本大概有這二十三個環境市販都市 那這環境市販都市裡面呢 又再選出了十幾個這個環境未來都市 可是這環境未來都市大概有六七個呢 在這一邊是因為福島核災的關係 所以因為福島核災為了經濟輔助它 所以有點把它編進去 但是給的錢也很少 大概只有1億之比而已 所以不是很多 這個地方不是很多 那我在去年去橫濱訪問的時候 去年年底去橫濱訪問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他們今年要推這個 就是接下來橫濱的環境治理 要做這種公私協力體制 那維林跟他們講 我下個月要去 要再去訪台一次 所以這個部分鄉界心理 可能要到下個月才能夠真的知道 那工廠他們來講是由市長 然後副市長 下面弄一個所謂的局處式的聯絡會議 然後下面再有一個對策總部 這個有點像台灣的低碳辦公室 但是這個低碳辦公室是跨在這個局處之下的 那他們再透過這個 跟地方之間的這個所謂的一個推進協議會 跟這個所謂的溫暖化對策組織 將這些東西彼此之間合作 然後來進行決策 那這個同樣的體制 我大概在京都也有看到 大概有看到這樣的體制 那他們現在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麼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首先第一個是中央跟地方關係上 那麼這件事情變成是這樣 中央覺得我選出了環境示範公室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他也沒有推廠機制 那更重要的是他也沒有補助 基本上是沒有補助的 那所以我後來我就反過頭來 我去問那些地方知識盤友說 那你們為什麼要申請這個環境示範公室 我說又沒有錢 像我們台灣之前低碳的人是說要給錢 那後來那也是沒給 那你們為什麼要去申請 他們是一開始就是這樣不給 然後他說很簡單 因為這是這種慾 這是這種模範 我上次在日本聽到這種回答 我有時候都覺得 用他們的想法會覺得好奇怪 但是不管如何 他們現在中央跟地方關係 會變成是說 地方希望中央能夠制定一些規範 但是中央不願意去指點 比如說再生能源的規範 比如說一些比較重要 最總體的那種規範 地方希望中央制定 可是中央認為這種事情 我現在不想管 就把它丟給地方中央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地方政府業務執行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日本的這個地方 這個2013年做出來的統計 那我們可以發現 比較小規模的地方知識團體 他要推動環境治理 他會講第一個問題是 我沒錢 完全沒錢 那到了中階 到了所謂比較中層級的地方知識團體 他會說我不是沒錢 我沒人 那更重要的是我沒有資訊 我不曉得我該做哪些事 那到更高階的 像我們看的這種橫濱啊 監督呢 他們會講說我們缺技術 那這個是日本現在他們在推動環境這裡的時候 依據不同規模的地方政府 他們會遇到不同的這個問題 遇到不同的問題 好 那麼第三個是政府內部的推動機制 那這個是這樣 我去問的這個 我問的這三個都市 因為我被兩個都市拒訪 太小規模都不好拒訪 那麼橫濱市他們是做一個跨局處的對策總部 在部會之上 那另外呢 由市長 他們是副市長 由副市長 直接來做這個區局長的聯合會議 那麼監督市的做法是 把環保局挪到所有局處市的第一位 那以前過去是所謂那個 綜合行政局才是第一位 現在把它挪到第一位 就是第一個發言 那在這個上面那個區 由市長直接領導區局長會聯絡會議之外 另外他們還弄了一個東西叫局外間 那這局外間就是 市長跟局長中間的一個更高階的這個監督者 那第三個呢 那是神務室 神務室比較有趣 神務室當初要申請這個環境未來的故事 後來沒聲警到 沒聲警到之後 原來的組織就都不解散 那就剩下是在環境局下面的一個辦公處 那它下面的這個 有一個推動本部 那基本上沒有在運作 都是靠這個辦公室的人在負責做 所有的這個聯繫 所以我實際上去看的時候 他們的事情其實蠻低的 其實蠻低的 那最後我們再講這個公司協力 跟市民參與狀況 有公司協力的部分 也有市民參與的部分 可是現在是這樣 這個跟 日本現在跟台灣其實情形有點一樣 就是 真正想進去 有批判型的人 他進不去這個決策 進不去這個決策 那這個黑色是什麼呢 這個黑色就是 政府的好朋友 包括像企業界的好朋友 像學界的好朋友 他們可以進去這個決策體制 這樣的話會導致什麼呢 很容易導致在決策上 他非常非常偏向精英民主 非常非常偏向精英主義 那所謂的公民參與這個不夠 我們就看不到 所以我最後講結論時間不夠 第一個 缺乏錢缺乏人缺乏制 我想這個 我們沒有做這個研究 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用講了 那第二個是政治的影響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講這個體制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地方政府 他怎麼去推動 他的環境治理 他的體制其實關係是很大的 那第三個是 中央法律的束縛也好 或是所謂中央標準制也好 這個人來是必須要的 那第四個是 日本所謂的公私協力治理 很多時候往往只是 找一在 這個我們講的 我比較想 這個叫做在舒適圈裡面去做決策 找來的所謂的私部門 或第三部門 其實都是跟自己是比較有好關係的 那這樣子我覺得會比較有問題 第五個那最後那就是 市民參與主線制缺少 那麼我的簡報道指 謝謝各位 謝謝主辦單位 那我有機會可以讀到 陳老師這篇論文 而且主辦單位真的很瞭解 我的課題跟現在陳老師 處理的課題其實有相應之處 那尤其是我在讀陳老師這篇文章 在那個理論的整理的部分 學到很多 那我們來自不同的這個研究領域 我是從都市規劃與設計 那當然我也處理都市政策 可是對於公共行政上面的一些 既有的理論 我其實不是很熟悉 那但是像這個環境治理的議題 或者是像公司協力的模式 這個在都市規劃 尤其從原來的這個官導式規劃 進展到參與式規劃 其實常常在提這樣的一些概念 那不過在陳老師的論文裡面 他提到的多層次治理 以及早上那個林子倫老師也提到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覺得在都市規劃中 其實對我們有一些啟示 那這個理論 陳老師的這個論文裡面 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整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論文本身在理論的文獻的整理 以及他所選擇的環境示範都市的案例 還有他的訪談的方法 本身是很完整 那我沒有其他的太多的一些評論可以說 但是我想也最後highlight 剛剛陳老師所提到的這個環境示範都市 地方政府在執行上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我好奇的是陳老師的結論裡面 也提到政治的影響 那雖然在文章裡面提到說地方政府在執行的時候 沒有錢沒有權 那都是為了這個榮譽在進行 可是除了榮譽的這個解釋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的說明跟解釋 那尤其在對政府官員進行訪問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本內他得賣 真正的想法跟他表面上的說法 怎麼樣可以更好的check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會讓原來的理論 有更深入的一些解釋 那我也提供一些觀點 就是我們在談政府跟市民社會 參與協力合作的一些概念 有學者提出說 那像這個模式他可能不是一個zero sum 的關係 那我們在談協力合作的時候 看的是這個 synergy 這樣的取向 那不曉得陳老師的這個論文裡面的這些的案例 能不能再highlight裡面的這個中間的一些差異 那我覺得是理論的分析部分很完整 那案例的說明如果能夠多有一些更細緻的 elaboration 或者這個案例的一些內容的分析 那我覺得他會更生動 那還有可能更政治哲學的一個問題就是合謂權力 當我們談都市內分權的時候 剛剛陳老師提到有關裁員或者是地方政府可以決定的權限 那這個在日本環境示範都市的案例裡面 他所涉及的權力是什麼 那可能對於政治領域或政治領域之外的這個閱讀者而言 這個部分的分析 那能夠連結我們其他面向的一些了解 那以上這些問題就跟陳老師請教 謝謝有機會讓我們來到這邊的文章 大家好 我這邊論文是跟林子仁教授 周貴隆教授 馬密隆教授 陳建仁教授 我們一起參加趙文茂教授的一個整合型研究計畫 那我們彼此負責的是不同的主題 那我主要是談國內的一些 食物上的推動的一些案例 特別是我在近南大學在鋪裡所做的一些有關環境之旅的一些課題 那這邊論文是我跟我的博士生張立亞博士候選人一起合作的 那現在在西雅圖做遺地研究 那這邊論文主要除了理論跟分析架構之外 主要是談國內的環境治理的四個主要的案例 還有從這個案例歸納的一些環境治理的一些議題 那大家都有無力感對環境治理 從全球的思維都發現要實踐很困難 那這是一個複雜的政經社群結構的問題 在公共行政我們是從多城市來看 很多的不同城市面對的是不同的問題 那我這邊論文主要是在刺激國家 就是城鎮的這個城市 還有社區的一些參與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我們特別強調的是網絡 就是說治理裡面是多元的行為者 那剛剛蕭青瑪教授講的到底誰要負責治理 在我們看來是大家都要負責治理 政府也要民間也要大選也要 那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課題 那主要是如果你從國際上來看 每個國家都認為它還不能夠達到國際社會的理想 因為它要發展經濟或者它的社會公平性 在這個國家內部的政策的形成的過程裡面 沒辦法一步到位 那我想台灣也是一樣 那在一個國家內部 你要總體的回應國際社會 你要定一個指標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那我這個標準 比如說我們說要回到20年前的碳排放量 那請問是哪個縣市要負責多少 哪個鄉鎮要負責多少 看起來像是空的 那所以一樣國際社會也是空的 國內也是空的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困境 所以我們反而應該是說 那在推動這些理念的時候 每一個人每一個地方 那之後才是每一個國家可以做什麼 所以應該是由上而下的規劃之後 一定要是由下而上的實踐 所以我這邊主要來談的是 我們在埔里實踐了什麼 那我們用的是宜居城鎮這個概念 因為埔里被認為是最適合的人居住的地方 那我們認為埔里即便是最適合的人居住的地方 還有很多應該做得更好的 那這裡面我們回顧了一些文獻上說 宜居城鎮要有未來性 要有友善的居民之間的關係 公民要參與 那之後才是實質上的 這個各個包括交通啊 包括產業啊 包括社會福利啊 住宅啊等等的這些議題的一個 指標的一個定定 那一般會有願景的設定 還有指標的應用 那我們在願景的設定 也在推埔里的遺跡城鎮的一個願景設定 然後目前也在做各個面向的一個指標的一個這個評估 然後希望能夠定出公民可以參與 大家可以有預期性的一些行動 應該怎麼樣來落實 那這是本文分析的架構 是強調的是這些事情都是一個轉型的過程 它不會是一個純粹的理想 它一定是有一個實踐的過程 那這實踐的過程中間的轉型就是 要通過目標的設定 通過網絡的治理 更重要的是底下 要有草根民主的培力 大家才能夠往一個 具備有永續性的遺跡城鎮來轉動 好 那 浮里在這十幾年來 我在那邊任教 我們所做的大概有這四個 主要跟環境治理有關的課題 第一個是災害防救 浮里因為曾經遭過到九位大地震 所以災害防救的議題是我們關心的議題 第二個呢 是有關生態旅遊生態產業的議題 也就是說怎麼樣把經濟跟生態結合在一起 那把產業的部分 從以往會有污染的產業 轉到不會有污染的產業 第三個是怎麼樣能夠建構一個更理想的願景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在 基大在推動水沙連大雪城的一個願景推動 它分為四個面向 一個是環境面 一個是社會面 一個是經濟面 另外一個就是文化學習面 那最後一個是 最近我們在推動的一個環境清潔的 這個參與跟實踐的一個運動 就是整個城鎮大家一起來 做一個浮里的環境清潔運動 好 那這個內容我想就不太做敘述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第一個就是有關 地震之後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目前主要做的就是 災害譴視社區的劃定 還有基層防救災能力的一個配例 這是我們大雪目前在做的 配合這個中央政府的災害防救生根計畫 那我跟學校的土木系教授 我們基本上做了很多的社區的調查 還有鄉鎮公所的賠利的工作 然後希望能夠建構地方的災害防救的一個網絡體系 第二個是大家都知道 然後基大旁邊有一個桃米生態村 它的生態旅遊做得很好 那我們目前是已經把桃米生態村呢 擴大成埔里蝴蝶陣 那希望整個埔里的都能夠 是透過所謂的生態旅遊產業 來做為一個這個城鎮發展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體系 那這裡面包括很多的解說業的便利 包括很多的旅遊動線 包括很多的旅遊產品 都要跟生態做結合 那這個有空 也許大家可以到埔里來做參觀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想像 就怎麼樣把地方的公民社群集合起來 變成有共同的一些推動的一個願景 然後互相怎樣做賠利 這個是比較多的一個賠利的架構 從非理組織從學校從社區 我們已經把政府放在比較外圍了 因為政府剛剛曾教授也講 地方政府通常都是沒有人沒有錢 最重要是也沒有願景也沒有熱情 那這些我想都需要透過大學 透過公民社會來帶動 好那這個我就不再細部講了 第三個是我們在近海大學所推動的水沙連大學層 就是說認為這些議題也應該是大學的老師跟學生 共同要參與的議題 而不是政府的議題 也不是民間的議題 也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很多的老師跟同學呢 帶到社區 透過公民出養逃縮計畫 教學作業計畫 還有我們目前在主持的 人文創新社會實踐的研究計畫來進行 那這個大學層的願景 希望是創造地方的魅力 辦理地方的智庫 還有大學來引導城鎮的學習 往一個移居的城鎮來進行 另外就是作為一個平台 打造一個地方的協力夥伴的關係 好那這個是我們做的一些相關的課題 我就不細部的講 我們各項的一個場域 在很多的地方 讓同學去做公益服務 去瞭解地方要怎麼樣的進行 地方的一個實踐 才是一個更好的環境 應該要做的一些事情 好最後一個呢是沒有錢怎麼辦 我們認為沒有錢就請企業接錢吧 不要期待政府 那我們很高興在埔里 有一些會有社會責任的一個企業家 好那最近我們推動了一個就是 埔里有一個很有名的Spa東西巧克力 現在到埔里呢已經跟埔里酒廠一樣有名了 好那這個Spa東西巧克力工坊設了一個基金會 那在今年呢那就捐了120萬呢 給寄到我們這個中心呢 來推動整個埔里鎮的環境整潔運動 那我們推動這個不是想到就做的 我們是透過對於埔里鎮理的一個公共議題的調查 埔里鎮理認為環境的整潔是基礎在埔里很重要的課題 那我們覺得既然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跟埔里鎮公所的清潔對合做 說那要怎麼去把埔里的環境清潔做得更好 那我們就開始有一個結合政府跟大學的 還有社區的一個共同討論跟共同想像的一個埔里研究會 那經過了幾波的討論 大家覺得還是應該動手做 所以我們就在動手做的過程裡面 成立一個推動小組 然後由民間企業公共社團來做任養 然後我們大學也去培立各個鄰里社區 來自發性的參與行動 那這樣子就會構成一個新的網絡關係 透過大學的陪伴、陪力這樣子的觀念 就可以讓很多的企業、很多的社區、很多的民眾 乃至於政府呢 都被我們大學所陪力的 好 這個是 十八陸陸西的毛老闆 覺得120萬給進到的校長 那校長就會很支持我們 可以把學生帶到社區去做這些 相關的活動 那我們做的是環境治理的工作坊 讓大家知道環境治理要怎麼做 而不是只是掃掃地而已 另外做的就是標竿學習的 做得好的社區怎麼樣給它鼓勵 另外我們做短片 還有做中小學的生根教育 環境治理一定是一個持續性的工作 重要的就是扎根跟培立 好 那把前面這四個案例呢 根據目標的設定、治理的模式 還有我們怎麼做賠利 分別的把它整理出來 好 那有興趣大家可以來參與我的論文 那歸納出幾個主要的論點 從公共行政的角度主要的論點 第一個就是要有多層次的全球思維 這是大家都沒有問題的 可是多層次的在地行動 我想這個是台灣目前比較欠缺的 我們還是停留在希望有一個 比較主導性的中央政府 或者主導性的部會 我的經驗是不要再等他們了 好 最好還是自己動手做會比較快 自己動手做最好就是 成立跨部門的協力治理平台 我們講的不是排除政府 我們講的是引導政府 好 那這樣協力平台的建構 基本上大學或者一些公民團體 是可以做很好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大學內部也要成立平台 因為大學內部就有不同的專業 可以來進行相關的一個協力的工作 第三個是我們要對公民參與 要有持續性的賠利跟補辦 或者公民的熱情是很容易消散的 所以我們不斷的透過各種的工作坊 透過各種的方案的設計 讓公民的參與的熱情能夠維持 所以這樣每一年在埔里都辦了很多 類似無車日 清潔日 這樣子的活動 大家就能夠去想像 怎麼樣做這些活動能夠更成功 那所以基本上環境治理 是一個多元議題的實踐過程 不僅房災 不僅產業 不僅生態 也是一個知識的成長 乃至於對城鎮未來生活的一個願景的形象 我們也認為附近關係的調整和課責 是急迫要做的 因為如果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沒有一個好的附近關係 那就是互相推迫責任 好 那所以如果能夠定出中央該做什麼 地方該做什麼 那中央該把權力 該把財政下放給地方 但是同時也應該把專業帶到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在災害防救的做法上 目前做得不錯 但是如果擴大到整個像環保署 怎麼樣 怎麼把環境的這些議題 能夠真正往這個方向來調整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去努力的 好 那這些內容我就 直接的問題我就不再做細部的一個說明 最後大家都知道Local Agenda 21主要強調的是實踐的課題 尤其是在地實踐的問題 那在地實踐的問題 除了有良善的附近關係 公司部門的協力夥伴 我覺得公民自主性的參與 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好 那當然我們在埔里呢 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 那這些初步的工作 我們認為還是有很多必須要去努力的 比如說環境教育怎麼樣更融入地方居民的生活 好 那所以我們從各級的學校的教育 那些這個大手系小手開始在進行 另外就是怎麼樣把移居城鎮的理念 在都市計畫裡面真正能夠落實 那我們也在檢視埔里的這個都市計畫 還有哪一些應該往移居城鎮的方向來做一些調整 最後就是民眾參與這些行動 是他的權利也是他的義務 但以往大家都認為都不是自己的事情 那怎麼樣喚起民眾認為環境之旅是自己的權利 也是自己的義務 最後是自己的責任 我想這樣子應該就會成功了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請問我們報告人 還有在座的各位貴賓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辦的單位 非常榮幸這個機會受壓到這邊來 剛好這個議題也是我這幾年來的一個研究的興趣跟重點 那我個人非常佩服江道獨江教授在庫立做的這個研究 不只是這個學術研究 已經是行動的這個計畫 所以其實我也非常喜歡這個這篇的論文 那內容其實非常的豐富 那特別裡面提到了目前這個圖立在執行的 是個重要的重大的這個方案 那內容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那我想其實這篇論文裡面 大概也看不到什麼缺點 那只是我個人根據我自己的研究的經驗 提供一些簡單的建議 那第一個其實我會比較希望知道 我想這篇論文幾乎就像一個大的法庫 裡面很多的金礦在裡面 不過只是說怎麼樣再把這個金礦 再把它做一個精裂 我很想知道的是說到底譬如說 能不能很簡單的告訴我 土裡的治理模式會是什麼 這個過程的關鍵因素會是什麼 那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我去年剛好這個 也很幸運到美國 國戈萊大學做研究一年 那主要就是研究究竟南灣區 那我就去了解了解 我原來知道 究竟南灣區本來是一個 1960年代以前是一個大的垃圾場 那它什麼原因能夠把它翻轉過來 後來發現三個家庭祖父 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那這三個家庭祖父做了什麼 他其實就做了兩個事情 這兩個事情幾乎到現在其實都還在做 哪兩個事 一個是一人一人就彎曲 哇那這個很有什麼動力 那成立一個C的被解救彎曲 這一個非益力組織 另外一個就推動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裡面就推動了一個 它的一個叫做BCBC 就是這些灣區的保育跟發展委員會 在經濟底下 這個你來開發沒有關係 但是要經過它同意 所以大部分都沒有辦法開發 所以在這個灣區你可以去看 我在那邊住了一年 我非常喜歡那個地方 就像天堂一樣 為什麼像天堂 空氣好 這個環境好 制度好 我去那裡就制度 當然不是它每一個地方都好 但就我所了解的那個地方 真的是不錯 那用這個案例再回過頭來 這邊論文敘述了很多 內容其實真的非常豐富 但是我很喜歡知道 很想再知道就是說它的關鍵點 那它用什麼樣的模式 在這過程當中 誰做了什麼 怎麼做 那當然江老師很客氣 他自己做了很多 但裡面好像看不到 真正在這個關鍵點 它左力的點在哪裡 那另外 其實我 因為我其實也很慚愧 這個高中的時候 生物差別不及格 所以不敢走那個 我們講的 我們當初是民主 但是現在因為研究生態的關係 我超喜歡生物 那最近剛好跟一些生態的一些專家有些接觸 那學到了一點 謝謝炫脈 因為台南我們在做黑莉皮露 黑莉皮露就是一個國際的這個焦點 那黑莉皮露 那我想到 後來有三個專家都講說 你們這樣不對 你們怎麼針對專一的這個生物種去做富裕 這是不對的 應該做整個我們講 生態多樣性的這樣的一個富裕 那我意思是說 如果這篇文章 因為這是一個生態 背後其實還是生態有趣 如果能夠提一些生態的內容 我相信就像江老師最近聽他在講 也跟土木希有在做一些合作 我想這些跨禮物的學習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那其實也是最近我在努力的一些部分 那其實在這個論文裡面 其實我印象律師也非常深刻 我去過布里好幾次 布里我也非常喜歡 陶米社區 它其實有一些翻轉的關鍵點 像這些關鍵點在哪裡 那或許因為一次談四個太多 能不能未來分別探討 每一篇其實都是重點 那我就也非常有興趣 那另外這個 曾經有一陣子也媒體上看到 曾經有一陣子 日本人很喜歡去到這個埔里 變成這個是日本人的首選 就到埔里去定居 那我不知道說 後來好像有點退燒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或許這個也可以思考一下 那另外這個可能是最後一點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剛剛這個江老師談到的 他的一個結論就是說 到底這個未來中央應該做什麼 地方應該做什麼 應該把它做一個區隔 那回過頭來我用這句話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這句論文 能不能說用一個案例我們來說 哪些地方其實政府該做沒有做 但是這個地方做了 或者說地方該做沒有做 那到底誰還做 利用這樣的一個問題的一個思考 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 更好的一些啟發 那我想剛剛我可能忘了一點就是說 其實在做跨機關 跨部門整個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他的那個incentive 他的誘因在哪裡 這個部分你如果能夠盧莫一下 這也是補充 已經領想了 所以也不能當罪人 那我就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